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方面研究多年 首先为各位介绍台湾大学 全球变迁研究中心主任 也是台湾大学大气科学系的教授 柳宗明教授 柳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们好 第二位为各位介绍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他也是水资源的专家 汪中和老师 汪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今天其实最主要一个新闻的议题 要切入就是在G8的会议刚刚结束 结束以后针对全球暖化 以及减碳容疑有一些具体的结论 那我们请汪老师先跟我们谈一下 有关于这次在G8会议之后 全世界的这些重要的国家聚集以后 希望在未来我们有什么样的 对于地球的承诺 OK 从1975年开始到现在 经过了大概30多年 然后今年它最重要的议题有三个 一个就是要辅助特别贫穷的国家 尤其是非洲 那第二个就是全球暖化这个议题 一定要有一些具体的协议 特别是在哥本哈根协定之前 第三个就是核武 核武怎么样把它限制 那特别是美国跟苏俄 所以这三个议题是今年 这个G8高峰会的最重要的一个热点 同时他们也有一些比较具体的结论 好 刚刚已经提到 就是在全世界的高科技的 这个工业国家里面 他们都希望能够为全球暖化 进行一份力量 这是我们今天主要的议题 在这中间就是希望能够设定一个 这个应该是说 不要超过摄氏两度 是不是在2100年以前 全世界的温度不要超过摄氏两度 因为每增加气温 就有很多的生物要死亡 很多人类会面临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想先请柳老师讲一下 就是为什么全球的气温的增加 会造成生物是没有办法居住的环境 是这个在联合国IPCC的报告里面 它有明确的分析 有关于气候边缘软化的冲击影响 有关于对生物多样性的减少的影响 生物多样性越减少的话 其实代表整个地球环境 它回复到原来 适合人居住的几率就越来越下降 那为什么是两度 这个事实上是有经过很详细的计算 到这个世纪末 如果温度超过两度 三度 四度 它那个回复性就越来越差 如果到超过两度 我们要回复到过去的状态 就越来越困难 我们的生物灭绝的力量就越来越高 所以汪老师你要不要补充一下 就是有关于这个温度 最近对生物的多样性 还有人类生存的环境 会造成什么样的威胁 如果全球持续暖化 每身高一度的话 对我们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其实层面就会非常的显著 然后深度越高 它影响层面就越大 它影响层面可以分好几个方面来看 一个当然就是气候 气候会变化越来越极端 越剧烈 那天气不但是越来越热 其实酷寒 它所造成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 然后春秋可能是越来越看不见了 除了这个以外 像这个生物界 像水资源 它受到的影响 根本难以去衡量 对我们造成的冲击和破坏 是没有办法去估计的 那除了这个以外 海平面的上升 然后整个粮食 它的生产 甚至于全世界社会 经济的稳定 都会受到很严重的打击 所以对我们造成的影响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巨大的 好 那我们来讲讲台湾 其实这段时间 我们知道全球老号 已经对台湾造成影响 至少有三个老百姓 都可以感受到的层面 一个是台风 就天气一下就变成缺水 一下就变成水很多 一下来了台风 一下就变夏天 一下变冬天 而且还有我们很多的水果 的季节整个都搞乱掉 是不是跟这个有关 余老师 是 今年气候特别意外 就是很多异常的状况 像今年2月 我们台湾的紫外线是破击物 破击物 怎么会是2月 从来没有破 然后到了这个3月和4月 又是降雨 然后这个意外的温度下降 非常快速 然后造成我们比如说 稻它有这个稻热症 就发生 然后我们的稻坐损失 这个过去其实农民也长数以 可是没想到今年 用这种方法都没有办法克服 因为这个气候变化太快 那么5月6月又是 非常热的天气 所以这个降雨量就是缺乏 所以一直持续的缺乏 那我们到现在台风 都是扫过去 还是没有真正进来 所以我们的水资源的 还是蛮危险的 如果到了8月 这个进入8月 这个台风再不进来 我们可能就要预期 今年的冬天 这个中南部的水资源的 问题就蛮重的 那这种气候的意外性 这个是就是每一年 它随着这个全球暖化的话 它这个变动震荡越来越大 这个很难这个就是说应付 可以说这个气候有点变成 不按牌里出牌了 对没错 不照着过去春夏秋冬来运作了 反正每个月都有每个月的季节 那这些问题每次一发生 人家就来找你们科学家 对不对 你给我个答案嘛 要不然我们做农夫的人怎么办 政府怎么制定政策 你们这些学者可能要给大家一个答案 或者是有点预期 让大家知道未来会是怎么样 可是最近我们发现 好像很困难 就是说它发生的变动的速度 非常的快 那刘老师可不可以谈一下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 这个是已经就是事实了 所以那你要给别人什么答案 趋势就是这样 那现在的问题不是在于说 去预测掌握它 而是在怎么适应它 现在的重点是在说 并来降大 对我们就是比如说农作 我们农作可能要改变 我们可能比如说这个羊鸟 这个种就要改变 或是我们这个栽种的习惯 过去怎么栽种 要跟未来可能要做调整 那这个温度一直上升 然后这个上下变动性又高 所以我们这个可能 这个播种到收成的时间要缩短 我们要用不同的种 不能再用过去可能时间拉长 慢慢来 就是这个水的资源的供应价 再来又不稳定的话 那你一定要做调整 你所有的 就我只举农作作为例子 其他各个行业其实都要应验 好 所以刚刚刘老师特别提醒我们大家 就是有关于这个气候的变迁 最大影响到我们台湾的各种的农作物 那么这些农作物本身呢 需要要做一些改良 摘种的方式 这个期间 但是当然了 这个天然的植物 它有它自己的身上走起 有没有要强迫的 但是又怎么样的方式 我们要进一下广告 稍后来我们再继续讨论 因为这些问题对台湾产生大影响 而我们应该怎么去因应 我们稍后来 如果你的生命只剩下一点点 你会用什么态度去面对 我是嘉雯 我今年十五岁 医生说 我只剩下一年的时间 可是我好想活着 因为我好热爱我的生命 我是易华 我今年十三岁 我曾经是花式滑冰 亚洲冠军 但医生说我得了苦癌 我想努力活着 因为我热爱生命 我是Dora 我今年十三岁 我好喜欢音乐 但是我可能再也没有机会 拉大提琴给爸爸妈妈听了 在人生当中 难免遇上失败与挫折 但跟这些孩子 所面对的状况比起来 你是否应该更珍惜生命 如果生命可以交往的话 你愿意跟我玩吗 当你觉得寂寞孤单 你的心将要破碎 要记得这些孩子 正在为你祷告 请你帮我们好好活着 好吗 在世纪中的患者 如果像不过 你快要留下 在世纪中的患者 在世纪中的患者 尤其是你 是你 在世纪中的患者 是你 在世纪中的患者 好吗 你 我 你 我 我 绿色竞赛究竟谁领先 在亚洲地区各国都在努力 要能够面对全球暖化的议题 都在做绿色的努力 那么刚刚我们已经听到 台大全球变迁的中心主任 柳中明老师跟我们提到说 台湾的农产品农作 要因应全球的暖化 做些变化 除了这个以外 也提到有关于台风 如果八月份再不来的话 我们也会很紧张 王老师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农作物的部分 其实上天让我们什么时候栽种 什么时候收种 这好像是一定的 那我们只好用一些科学方法 催化它吗 是 目前来说 按照我们过去的经验 那现在已经行不通了 因为我们的这个季节也好 在改变 我们的日业文差也在缩短 所以对农作物的生长也好 对植物对生态的影响 其实是全面性的 所以我们只能够快速应应它 那刚刚刘老师说到是农作物 那其实我们在水果 在其他的那个生物方面 也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铜花 以前我们五月份 就是铜花五月雪 大家很熟悉 可是现在九十月 它还是会开花 就是它的季节被打乱了 一打乱了以后 整个生态就受到了干扰 它所带来的影响 真是难以衡量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地 做好一些应应的准备 要从生物科技 从这个前瞻成员的规划 去做全面的改变 所以这方面政府一定要注意 否则到时候 等到冲击来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老百姓会骂政府的 那刚刚也提到这个台风 如果八月不来 其实我们很怕台风的 可是我们现在好像 有点期待台风 老师讲为什么 从怕台风到期待台风 台风其实对台湾好处很多 第一个是清洁我们的空气 它这个清洁我们的大自然 它把我们的河流的污染 做一次大大的清洗 它也给我们带来 丰沛的雨水 我们的夏天如果没有台风的话 我们的水资源一定是不够的 所以台风对我们的这个好处 其实是大于坏处的 那今年台风迟迟还没有登陆 没有过门 所以我们这个水资源的 这个压力越来越大 从去年十月开始了 一直到现在 我们每一个月的降雨量 都比过去要降低很多 按照这样的趋势下去的话 我们今年是会面临到旱灾 所以如果像刘老师说的 如果我们今年八月份 台风还是过门不入的话 我们的二期到处 一定要开始做一些调整跟改变 很多地方都要修根 那我们的水资源的 这个调配管理 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那这个当然不会说 今年就有 以后我们面临的压力 面临的变化 还会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那个压力越大 所以我们面临的这个 调整的步伐要越来越快 我们应变的计划 也要越来越走向 所以看起来就是说 我们在台湾过去几年来 其实老天上帝对我们还不搏 每年都有台风来嘛 那基本上还算是有 只是说我们没有好好把 把那个水含蓄下来 那么今年我们还是 expect会有台风啦 所以我们不要 现在就看衰 不过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够来 不过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绿色竞赛 亚洲各国谁领先 是不是刘老师可以给我们一个答案 就亚洲各国 你觉得在绿色的竞赛里面 哪一个国家你觉得表现最好 当然是日本 前段班 当然是日本 日本 日本加的 难怪有东京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 对对对 他们日本在太阳能板的 这些生产上面 而且他们在国内的市场消费上面 都是在我们亚洲这个领先 在全球是排名第二 第二名 第二名 他们这个当然是日本是领先的 那这个后期之秀到底是哪一个国家 才是最大的问题 那目前看起来应该是韩国 那韩国在他们在推动这个绿人产业 在这个金融海啸之后 世界各国都在推动绿人产业 那韩国在这个上面投入的经费 目前数字上显示 说是至少会到37亿美元 那我们台湾今年这个 我们院长行政院院长 也在推动这个绿色契机的这个新产业 那未来我们两年内 大概也要规划投入 大概1.4美元 估算1.4美元 我们大概差距就是30倍 那就是我们的企图心 跟那边确实有差 好 王老师你要不要讲一下 你认为是日本 刚刚这个刘老师特别提到 全世界第二个 在绿色竞赛中 我们在亚洲可以觉得骄傲 因为日本在亚洲嘛 他们做到全世界第二 你觉得日本成功的原因在哪里 日本这个国家 它第一个好处是 它的国家的目标非常明确 第二个它这个国家非常有纪律 只要它有规划 它就会努力去执行 而且执行得非常有效率 这是它这个国家最大的一个优点 所以它能够在 不管是在绿色也好 不管是在节能减碳也好 它其实做的都是非常非常的优异 那王老师你同不同意刚刚刘老师说的 第二名应该是韩国 韩国是非常好的 是 那刘老师说这个韩国它投入的这个产业 其实应该是300亿美元 那李明博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企图心 然后他也是非常的把韩国带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境地 但是我觉得中国大陆其实也不可轻忽 中国大陆它的这个基础后 然后它的活力也够 然后它有旺盛的企图心 然后它的人才资源也非常的丰沛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也不可以轻忽 所以未来中国大陆跟韩国 可能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劲的一个对手 我们在这方面一定要努力的注意 而且要想办法迎头赶上 好 那我们先在这个段落 我跟各位来刚刚呼应一下 蓝卫老师的资料 在这一期的天下杂志 我们的摄影机可以拍一下 我们这期的天下杂志 那么这个封面上呢 我们就看到这一期的天下杂志 有提到李明博 李明博他在这个一个演讲中间 他是在参加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演讲 他就提到韩国将要做真正的绿色大国 那这篇文章里面说明了 这个韩国将通过一个绿色成长基本法 宣称韩国要来发展绿色科技 成为绿色大国 那这是韩国所做的努力 除了这些以外 我们这边的资料也显示 中国科技部的部长万刚 国家能源局的局长张国宝 跟美国能源部长朱立文 将共同来成立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 初期要投入1500万美元 后续还会有投资来发展绿色科技 所以我们大家就觉得很意外 这个美国现在感觉上 一方面他们就是努力的去帮忙中国 或者是跟中国join venture合作 来从事绿能产业的一个发展投资 那除了这个以外 最近希拉蕊国务卿 美国国务卿希拉蕊也到印度去 希望推动 虽然去碰了一个钉子 因为印度不理他 因为印度现在极力发展工业不理他 然后也是要希望来推动绿能产业的发展 希望印度在节能减碳 特别是在减少氧化碳上来努力 那我想两位请教一下 就是说目前看起来美国是在努力 韩国等等所有的开发国心 这个正在开发国家都把绿能产业当作经济的救命之心 那关键就是因为我们的油价 我们的油价已经无法再降到过去 所谓40块美元以下这个一桶的水准 那未来就是说很可能会迈向100以上 那过去也曾经就是150 这种高油价的时代来临 那可是金融海啸冲击 各国经济都受到影响 所以他们要找出一个新的产业 新的产业就是绿能产业 那这个就是各国的趋势 那美国所谓协助这个中国跟印度 其实不过就是一个趋势 太好了我想刚刚刘老师特别跟我们提到 就是说现在我们要发展绿能产业 其实最大的优势是来自于它是一个很大的商机 所以我记得我曾经去采访那个 新闻局长苏俊斌他是很推动环保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今天我们不管节能减碳什么问题 是生存的问题不是环保的议题 因为我们的经济需要靠绿能产业来提升 所以如果有这样一个诱因的话 我们在推动不管是节能减碳全球暖化 或者是绿能产业它都有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我们记下广告稍后来 我们再请王老师打点意见 早早早 我失业了怎么办 你是放假不是失业 整天在家别人会不会笑我 你可以做些你想做的事充实自己 我没失业都懂了 那你说话看我来帮你想办法吧 我很难过我不想讲 你可以向亲友开口求助就有希望 向亲友开口求助就有希望 那你会不会失业 你 欢迎再回到1月30 请发现场 我们今天要跟各位一起来探讨立体 是绿色竞赛 究竟在亚洲各国中谁领先 我们刚刚已经提到 最领先的关系是日本 其次看起来是韩国 我们刚刚也跟大家分享到 韩国的气度其实相当大 那么最后我们也提到 美国用各种的方法 来帮助印度也好 给他们压力 另外特别是跟中国的方面 共同成立了一个 什么叫做 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 我想请教一下王老师的意见 就是说这些美国 这个欧洲国家 他们很积极地协助亚洲 来解能减碳药 发展绿色科技 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意义 这基本上就是在联合国的 这个气候框架公约里面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这一部分就是说 我们要抑制全球暖化 第一个当然是要减排 那温室气体一定要把它减量 然后限制 第二个呢 要发展这个绿色能源 还有要帮助大家做 这个清洁能源的这个发展 特别是那些发展中的国家 他们如果不用清洁能源的话 他们在这个温室气体的这个排放上 还会持续地增加 以开发国家上所做的努力 就会被这些发展国家 所排放出来的东西就抵消掉了 所以它一定要发展一个先进的科技 然后让这个温室气体的减排 要把它大幅度了 然后要发展的话 就必须靠这些以开发国家来辅助 所以不管是欧澳也好 不管是美国也好 他们在这个框架之下 他们有义务 他们也必须要去辅助 这些开发中的国家 而开发框架也是有这个很重要的要求 你不帮助我的话 我也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减排的要求 所以这是一个双赢互利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也好 欧澳也好 其实它都大幅度地在做这些工作 这工作其实方向也是非常正确的 是 王老师我想继续问你一下 刚刚我们有提到 就是说其实所谓的绿色产业 它其实是一个在经济上是有益的 我们过去讲到都是道德诉求 希望大家全球节能减碳 发展绿色科技 可是现在看起来绿色是有商机的 是这样吗 对 它一个方面 它可以帮助我们经济转型 然后它第一个 它当然是开发一个新的方向 第二个它在高耗能高污染这方面 也可以做很大幅度的改善 对这个环境也是好的 所以从很多方面来看的话 它都是我们必须去掌握 而且大力发展的一个方向 那我请教一下刘老师 其实我们谈到这个绿色科技 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的这个新闻局 以前是环保的专业 他特别提到说 未来我们的东西要卖到欧盟 卖到欧洲去 我们如果没有通过这个绿色的认证的话 那根本就卖不出去 所以这是一个经济产业的问题 根本已经不是环保问题同意吗 对 没错 事实上美国他们正在订定一个法案 他是将来在未来 假如这个国家不准备这个设定 减碳的这个目标的话 那他们是要再给他磕 各种产品要磕碳关税 碳关税 对 碳关税 碳关税 就是你要卖到进入他的这个海关 根据你这个产品在生产过程中 所需要的这个排放出来的碳 他来给你磕碳 他们正在规划这个 当然这个可能还早 可是这个趋势就是 不可逼的 就要影响到我们在后端 在这个台湾这些地区 你在生产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好好地规划 所以你这从这个产品 这个原料一直到生产的过程 到运送的过程 你整个过程中 你整个排放的碳的量是多少 你都得要算很清楚 碳里程 所以我们在台湾的各项的产品 我们是不是将来还要卖给美国 还要卖给欧盟 如果我们将来不符合绿色的标章 绿色的规定的话 是包括我们自己有没有节能减碳 都会影响到我们对卖给别的国家 本身磕碎的问题 王老师这方面有什么补充的 那我想是的 而且非常的重要 绿色的认证是我们未来 生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 如果我们不能拿来的表现 是 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压力 然后也逼迫我们去转型 而且我们转型的越快 我们在这方面企业越早 对 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就调整过来 然后将来就很容易适应下来 如果我们越慢 我们将来受到伤害就越大 好 等一下我们再来谈一下 我们政府到底做的先什么 不过我们再来先回头来说 为什么美国要去跟中国成立 这样的一个中心 但不跟我们成立 我们是不是也有办法 跟欧洲各国或美国 或是其他的国家 我们也有得到一些奥援 在技术上或是在经济上 得到一点帮助 要不然我们自己做 大概力量也很有限 刘老师是不是这样 是 我其实政府有在进行 各方面的双边沟通 所以这方面合作是存在的 那我要特别强调这个绿色产业 绿能产业它其实需要市场 需要市场就是说 我们这个太阳能板你做好 可是你要有充裕的太阳光 然后能够发相当大的量 然后这个民众可以接受到这个电 而且绿电才有用处 那以台湾的这个气候变化来讲的话 其实有点困难的 我们这些像北部地方多云 我们南部地区虽然适合 可是南部地区它的能源需求 还没有我们北部这么大 那这个而且南部地方基本上都是工厂 通常都是用这个传统能源 所以我们真正要这个民众这个家电用的 其实主要是在北部地区 北部中部 所以这个市场来讲 台湾发展太阳能板电其实是有些困难 所以我们目前就在弄风力发电 风力发电当然有它的困难 它风的稳定性也会影响 所以我们在台湾这个市场本身 如果这市场你没有办法扩大 就算你投入很多 你最后都是外销 你就变成外销而不是用在本国 那在韩国跟中国大陆 特别他们北方跟日本的特性很类似 他们高纬度地区太阳辐射的这个量 就是说这个出现晴天的几率来得高 所以他们使用的这个将来市场的这个 使用量是很大的 所以这个当然有它的潜力 所以这个美国它会积极跟他们说 还是主要还是看在市场 对对对你将来这个太阳能板生产 它直接国内就可以使用 好所以看起来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议题 就是绿色竞赛 这个到底亚洲各国谁领先 其实介绍两个议题 一个就是节能减碳 我们怎么样能够减碳 怎么样能节能 第二怎么样发展绿色的科技 让我们能够赚钱 所以这两样东西如果把它拷败在一起 我想问一下王老师 这题目有点困难 节能减碳又要拷败 我们绿色的产业的发展 我觉得这两个是互相补 相互相成的 对 而且并行不备 如果说我们能够在节能 在这个节净能源方面做得好 那当然就会有很好的减碳的效果 另一方面你发展了这个绿色能源的时候 可以替代传统的这种化石能源 也可以大幅度地减少这个温室器的排放 所以它其实是非常好的一方面 也必须要加速大力的成长 那这一方面我觉得我们台湾这方面 做得有起步了 可是我觉得我们步调实在是不够快 也不够积极 相对于日本也好 韩国好 中国大陆也好 我们实际上是必须要加紧名头改善的 是 非常谢谢 那所以我们政府 我们应该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 就是政府该怎么样在各方面来辅助民间走对的路 这方面好像政府也有咨询 你有机会参与政府的一些相关策略的研究 是 其实我们国家有这个再生人员条例通过 然后我们也有在进行温室器减量法 所以相关行动在做 那我要特别说明一下这个节能跟减碳 这两件事情可以把它分开来 两件事 你譬如说这个推动绿能它是减碳 减碳 还没有牵涉到节能 可是推动节能它是真正提升你这个能源效率 然后让你的这个耗能的量减少 你的能源需求会降低 那台湾现在就是说 我们到底节能跟减碳中 我们应该重点放在哪里 如果是以减碳为主的话 有的人说那我们推动核能不是比这个 太阳能它的效率更强 那事实上台湾应该以节能为主 所以我想我们要稍微整理一下 刚刚两位所讲到 就是说台湾的政府虽然我们很努力 在做一些这个能源战胜法 各方面 但是节能跟减碳是两回事 我们要记下广告回来 我们再继续来讨论 究竟这个刚刚刘老师所说到 节能比减碳还重要 怎么样来节能 我们记下广告稍后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再回到1230情报现场 我们今天在节目要跟各位一起来探讨 就是绿色的竞赛 究竟在亚洲各国谁最领先 我们刚刚已经提到 就是说在日本是第一名 然后韩国也极起直追 我们台湾现在还需要政府来集中权力来做 刚刚刘老师特别跟我们提到说 节能跟减碳这是两回事 节能要做 减碳也要做 而这中间节能减碳如果两个比起来 最重要是节能 刘老师要不要跟我们再详细说明一下 究竟为什么节能比较重要 是 我举个例子 最近新闻说纽约的帝国大厦 在做全盘的更新 他们这个大厦将来是一个绿色的建筑 可是它绿色建筑跟我们传统来讲 绿色建筑不一样是 重点是它要降低 它对于外在电源的需要 那这个叫做低碳建筑 不是绿建筑 不仅 它是绿建筑 可是它是要 它的碳的这个排放会减少 最重要就是它是自己本身 要想办法供应它自己 一部分的能源 那这个供应的办法 当然太阳能是一种方法 或是风能也是一种方法 这让他们还在发展这个 内部的气电共生 就是你在建筑内本身有废热 那我们这废热来发电 这是一种方式 那这个就是内部就供应了 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 它是在今年 他们就会盖好一个新的大楼 那这个新的大楼里面 他们是用这个 也是用气电公升 可是它可以提供它 大概70%的用电 就是它不需要用外面 火力发现场的电 它也不是真正完原靠太阳的人 可是它就想办法节约 那这个除了这个供电的部分 它还有这个过滤 这个各种的冷气的使用等等 它能够降低它对于外在的这个 这个人员需要或是甚至水啊 等等的需要 这个趋势就是 我们每个人做得更好的话 其实这个我们不见得 一定要完原靠太阳的 没错 没错 所以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一点 就是说节能的工作 很多是用在建筑上的节能 所以未来的这个节能的工作 节能的使命感要放在建筑师的身上 就是彼此要比赛比较 怎么样能够建设出一栋大楼 是非常的低碳的 非常的节能的 这方面王老师你要补充 我觉得非常的好 也就是说这个工作其实是全面性的 它其实它不含是政府 同时也是产业界 同时也是每个人 那它必须要各方面全部都一起配合 然后才可以把这个工作做得好 除了这个以外 刚刚提到说 整个的设计必须要有创意 然后让它不但可以绿色节能 而还可以创造新的这个商机 那这方面我觉得另外一个 荷兰例子也非常的好 荷兰因为是滴地 所以全球暖化带来的海平面上升 给它造成的威胁非常的大 所以它现在在整个国家的 制度设计方面来 它成立一个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就特别看 国家未来100年200年 它所面临的危机 所以它做了一些阴影的调整 然后它就开始做了很多创业的设计 那这种创业设计 比如说以它这个滴地来说 它就会让它的建筑物来是可调式的 随着这个海平面的上升 它可以不断地升高 这种创业的就让它 虽然说它受到了同样的威胁 但它所受到的伤害 可以降低非常非常的多 可以浮起来就这样 而且它可以 它不是浮起来 它就是固定在地边 然后它可以不断地 随着海平面上升它把它抬高 抬高 对对对 那它有浮的浮动的这种社区 所以它两样都有 但是这种设计这种创意 才是我们为面对这种全球变迁 面对全球党化所带来的这些冲击 必须运营的态度 我们要怎么样去适应它 而且能够克服它 然后还创造新的商机新的这个未来 所以看起来我们在整个节能减态的工作上 特别是节能 其实有很多国外的一些很好的例子 特别是欧洲 我们可以取法 所以我们有太多太多可以学习的一些榜样 那我们刚刚谈到在绿色竞赛中 究竟哪一个国家领先 我们刚刚已经知道已经 日本绝对是全世界都得到第二名了 那第二个是韩国 那我们台湾可以在亚洲各国里面 站第几位 如果我们好好努力的话 这个 很难回答 我们当然不知道这个确确排名是怎么样 可是我们实际上看到我们的 我们一般称为这个人员的密集度 就是或者说人员强度 就是说你每赚一块钱 你到底耗了多少能 或者是排放多少二氧化碳 我们在这个排名上是很差的 我们是在这个日本韩国 我们都输给他们 那当然我们是目前是赢过中国了 不过这个不在我们比赛的对象中 而且还有人环保团体还在查碳里程 说我们台湾人很爱吃 那个好远运过来的一些 什么冰岛血鱼或者是这种 我们是不是应该减少一点这个碳里程 吃一点本地在地的产品 没错这个我们必须在生活上 还有很多的这个观念上都要做改变 所以汪老师你也不是很看 我们台湾在亚洲地区能够排到第几名 我觉得是看我们的努力 比如说上个月我们刚刚通过的 刚刚那个刘老师提到的战胜能源条例 然后其实在那个之前刚刚也通过了 一个能源管理法 我觉得这两个能源管理法 跟战胜能源能够通过 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也是很大的进步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个法源 我们有个很好的开始 就是看政府他愿不愿意好好的去做 那还有我们整个国家的 我们的这个机制 我们所有的产业 我们的国民是不是都愿意去配合 一起去努力 如果我们愿意做的话 那至少在亚洲四角龙里面 我们可以跑到前面 不会像在现在一样敬佩莫作 所以完全是看我们自己的决心 跟我们的努力 其实我们有优势嘛 我们不像中国这么大对不对 那他们要努力起来很辛苦一点 在亚洲各国像新加坡也好 像台湾也好 如果要做一声令下就做了吗 这是我们的优点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有 过去有很好的基础 所以我们在过去的基础上 继续往前进的话是比较容易的 还有就像主持人说的 我们服务员也好 我们的人口来了相对比较少 我们的教育程度也会比较高 所以这方面我们要去努力的话 我们先天的条件是存在的 但是后天的努力 我们是要付出的代价的 如果我们不能够付出代价 我们是看不到这个成果的 那现在目前刚刚提到两个法案 一个是战胜人员条例 还有一个就是能源的管理法 都已经通过了 那这个两个法应该怎么去落实 跟执行都要是有什么样的说明 基本上这个我们讲这个再生人员 它基本上是推动未来国内 要有这个发展再生人员 这个新的人员 那还是属于这个强调减碳 直接减碳的这个方面 那它的问题当然就是 我们所期望的人员效率提升这个部分 是蛮困难的 就并没有很具体的说要怎么进行 那人员发展 再生人员发展它又需要资本 所以在这再生人员法里面 它有提到成立一个发展基金 那这个基金的话就是说 用这个基金来提供这个再生人员发展 那这个基金的钱从哪边来 是从我们美国人口袋拿出来的 是我们将来每个人的电费要提高 才能有这个基金 然后才能有这些太阳人等等的发展 那现在其实理论上是OK的 就是说我们为了要推动这个 所以我们成立对基金 然后大家来协助 可是在实践上有一方是得利的 是我们从事这个投资的这个商家 其实他得利 他是一个无风险 没有风险 等于保证他一定获利 他的这个资本投入 将来这些产品 这个发电量一定有人买 那这个是有点违背自由市场 那在这种构想之下 其实对我们的节能是不利的 那这个当然就是牵涉很多细节 那这个基本上我们国内需要 还需要做更大规模的这个推动 因为节能才是主体 而不是减碳其实比较容易 所以刚刚刘老师讲到 其实我就想到说有一个种可能性 就是我们怎么样跟产观学 跟这个企业的合作 一方面我们怎么样引进欧洲地方 他们在这方面先进的一些技术 到台湾来 因为我们现在也没有人 会补助我们钱 我们只能够怎么样把它变成一个 企业化和统一使用这种方式吗 这个是基本上 其实要有一个领导者 要不是行政院 而是在这个总统 是要总统非常积极来带领 那目前您看到这个韩国总统 然后你看看美国他也是总统 今年这个G8会议 G8跟这个中国印度的沟通 是美国总统出来主导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总统 才是真正能够改变整个国家 未来这个发展的方向 好 我们要进一下广告 我们稍微回来我们来讨论一下 就是第一个就是中国到底展现出 什么样一种对于绿色产业推动的决心 另外我们也要谈一下 今年年底12月份哥本哈根的协议 会对于全球的这个节能减胎 会做出什么样的决议 我们进行广告稍微回来 如果你的生命只剩下一点点 你会用什么态度去面对 我是嘉雯 我今年15岁 医生说我只剩下一点年的时间 可是我好想活着 因为我好热爱我的生命 我是义华 我今年13岁 我曾经是华士 华冰 亚洲冠军 但医生说我得了苦癌 我想努力活着 因为我热爱生命 我是Dora 我今年13岁 我好喜欢音乐 但是我可能再也没有机会 拉到一起给爸爸妈妈听了 在人生当中难免遇上失败与挫折 但跟这些孩子所面对的状况比起来 你是否应该更珍惜生命 如果生命可以交往的话 你愿意跟我妈妈 当你觉得寂寞孤单 你的心将要破碎 要记得这些孩子正在为你祷告 请你帮我们好好活着 好吗 作词 初心与挤手 你有没有想法 但是你知道 你不太喜欢 那对这些孩子 你不太喜欢 这些孩子 你不太喜欢 你不太喜欢 那是你 那就是你 那是你 这一切 那是你 那是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再到1230请发现场 我们今天跟各位一起来探讨议题 是绿色竞赛 亚洲各国谁领先 那我们刚刚已经看见台湾的政府 要在各方面再做努力 特别是我们怎么样来结合企业界 结合国外的一些欧美地方优秀的 或者是先进的能源的企业 来加入我们的台湾 那除了这些以外 我们也想了解一下 中国大陆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如何 而且他们跟我们之间 有没有什么互补的作用 是不是刘老师先跟我们说明一下 是 中国大陆跟印度一样 他们是经济正在快速成长国家 所以要求他们要定二氧化碳减量目标 是很困难 所以他们提出了另外一个看法 就是我刚刚前面提到能源强度 就是说每赚一块钱 排放多少二氧化碳 或是要耗做好能源 这个指标 他们把这个指标当作他们的目标 他们降低 他们未来希望能够快速地 把这个指标下降 也就是还是要能够持续地经济成长 可是他们的人员却要这个消耗的这个速率要下降 就相当于说这个一个人他越来越轻 可是他这个跑得越来越快一样 这个 你觉得说得到吗 你觉得 这个基本上他的产业要做调整 而且他的效率要提升 比如说他可能将来金融服务业要提高 金融服务业你在网络上这个 你这耗的能源是非常低的 可是他算是效益可能算很高的 所以他们必须要走向一些新的产业发展 王老师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因为我其实有点担心了 因为中国这么大 那他的缺点是他很大 他的优点是他很极权 他的优点跟这个缺点都并存 并存 但是他最大的优点现在是他的这个活力很够 你可以看到现在成立了中美这个捷径能源基金 他愿意成立这个基金 也就表示他有这个决心去做 尤其是捷径能源 他可以从这个能源的制造的起头开始 他就把这个排放就减少了 而这科技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 然后那个前面的这个前途非常的好 所以中国大陆这方面 他的企图性我们可以看得到 然后第二个你说 他的这个执行的效率 其实因为这个制度的关系 也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他是有先天的优势 从现在他已经变成世界性的工厂 如果说他能够在这个制造方面 能够做大幅度的改善 制成也好 排放也好 然后给全世界带来的效益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现在其实不管是中国大陆也好 欧盟也好 对中国大陆其实是非常看好的 你刚刚王老师在提的时候 我就忽然想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在中国大陆来说 他们其实有非常丰富的矿场 非常丰富的资源 所以他们怎么去运用他的资源 其实他有很大的优势 他不用从国外运过来 他们自己就有 所以第一个 第二就是说感觉到 刚刚刘老师也特别提到 领导者很重要 那么从胡锦涛 或是从上面一条边的下来 命令就很容易 那我们在台湾牵涉到立法院 牵涉到民间团体 牵涉到企业的利益 各方面的这个角力之下 我们好像需要有一个 非常有魄力的总统 才能够推动 刚刚刘老师大概是这个暗示 那你要不要王老师跟我们提一下 就是说在这样的一种 第一个当然我们牵涉到立法院 第二个就牵涉到 就是说在整个作业的方式上 中国大陆的确有它先天的 这些地理 或者是包括他们的这个矿场的优势 是 那中国大陆 它当然比我们地大物博 然后这个资源丰沛多了 所以这方面 它实际上是有很多的优势 那以我们这个两岸的这个未来的远景来看的话 我们台湾要尽量利用大陆的优势 来创造我们自己的这个潜力 利用大陆的优势怎么做 那它有很多的这个资源 但是它的人才需要我们这边尽量想把它去提供 它也需要很多的资金来辅助它开始起来 那这方面其实我们台湾可以扮演一些干港的作用 然后利用它的来创造我们 如果只靠我们自己台湾本身的市场也好 台湾本身的这个力量 那其实远远不够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当作一个 伙伴 对 然后去发展我们的未来 如果没有这个话我们其实很难的 那其实从马总统上任以来 两岸关系就和缓了嘛 两岸关系就有对话的空间了 那这方面就是第一个我们期待 与两岸之间的和缓 也就是两岸领导人的对话 第二方面其实刚刚刘老师也特别提到 就是说这个Leadership 马总统一定要到总统的层次才能够推动 你要不要讲一下 是 我们再怎么样也是民主国家 我们不是共产国家 是啊 所以我们这个总统希望能够像这个欧巴马 或这个韩国总统一样 李明博 就是说基本上他要给国民一个远景 这个远景之下是经济环境能够共存的 而且大家都复利 我们的经济还是要成长 我们还是希望看到3万美元的这个日子 可是我们不希望我们二氧化碳排放一直增加 所以我们这个经济成长 我们的云化要下降 二氧化碳排放还要下降 但是政府要给我们一个愿景说 我们到底怎么样可以做到 这个而且是要在这个节能 这个整个因为要做节能 就是大环境要改变 这个怎么样进行一个大的结构的改变 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甚至就是我们总统要给大家这个方向 太好了 所以我想刚刚刘老师讲到很含蓄了 但是基本上作为一个总统 一方面要了解经济发展很重要 但是一方面要发展经济发展 跟环境之间相连结的地方 他必须要有这种高瞻远瞩 跟有这样的知识 不然的话总统他只懂得经济 他并不懂得环保或不懂得节能健康 他会没有办法去勉強这个两岸关系 怎么样找到我们的利基点 所以这个策略刚刚提到要有这个策略跟愿景 还要给全台湾的民众 以及给全世界宣示台湾的决心 我想这方面马总统要扮演重要的角色 是 事实上我们这个总统从去年当选 然后还有我们行政院发布的 永续人员政策纲领都提出一些目标 所以他还是有这个概念吧 对 也有目标 然后我们也有比如说战争人员条例 或是温解人法等等 可是这个实际上来讲怎么达成 到目前还是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因为这个目前我们零零星星在做 在就像我们今年开了一个全国人员会议 基本上在我来看 我们过去13年内 开了三次人员会议 这个频率之高全世界没有的 然后我们这个零零总统提出来共识 一大堆 那这个问题是主轴方向到底是 对啊 这个你还是要有一个具体非常明确的 大家很清楚知道我们会 到底是以什么为主 那我们的刘院长有没有这样的决心呢 他应该有这样的能力啊 判断力 这应该说我们高层应该都有在 在说每个议题都有在做 所以他们广度都够 你看他那个提出来的共识量 广度都够这一块这意在言外啊 对不对不过就是说 深度不够 我们重点还是方向到底是 到底真正你的整个方向 我强调节能而不是减碳 节能才是尊先出手 那要说节能是一个大幅度的 全盘的翻版 我们的整个产业 这要是整个大幅度的调整 而不是一个小规模的调整 好汪老师你要不要讲一下 就是说我们刚刚谈的议题 不晓得你有没有观察到 就是总统也好行政院长层级 他们到底对这个节能减碳的概念 到什么程度 第一 第二有没有看到 像刘老师所提到 节能比减碳更重要 我是同意刘老师看法 但是我是觉得说 我们国内就像刘老师说 其实我们是有一些 广度的 是有一些看法 比如说刚刚讲到永续 发展这些政策纲例 其实它里面也蛮具体的 比如说他说在2016到2020年之前 我们的这个碳排放量必须要 在2008年的水准以下 然后到了这个2025年的时候 要回到2005年的这个水准以下 然后到了2050年的时候 要回到2000年还要这一半 所以等于是回到1990年的水准 有目标 所以我们这个目标是有的 而且按照我们的这种目标去看的话 其实我们跟美国其实蛮接近的 美国是在2020年的时候 它的碳排放量要减少大概17% 那我们当然是到2025年才达到这个水准 稍微稍微慢一点 在2050年的时候 它会把它的整个的温氏气泡量 减少80% 那我们按照我们这个起程的话 大概只能够减少60%多 所以我们虽然说是赶不上美国这种胸进暴富理想 但是我们也有这个目标 如果说能够目标能够达成的话 也就是很不错了 所以我是觉得说政府要做的就是放手 好好的去做 然后把这个愿景 把这个目标设定好了以后 就努力去达成 所以刚刚刘老师提到 要不但要这个广度还要深度 要非常的决心 而且是一直往前进步才行 否则的话我们也是开开会 做做paperwork讲讲话 但是没有办法坚持到底 这也是我们台湾 究竟在亚洲地区 能不能够迅速的崛起 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我们也这样期待我们的政府官员 我们接下广告 最后一段我们再来 大家好 我今天要说的是连连爱 妈妈说 期待像一条长长的爱 可以保护我的未来 还把好多妈妈和小baby连起来 我女儿把我们宝贝外孙 最珍贵的期待鞋 交给了希望爱 你可以付费 把你的宝贝的期待鞋 交给希望爱 越多妈妈们这样做 希望爱 越可以帮助越多弱势族群的孩子们 享受同样的待遇 所以妈妈们说 传期待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希望爱 期待鞋基金会 欢迎再回到1230情报现场 今天跟各位来探讨的议题是绿色比赛 亚洲各国究竟谁领先 在这个议题里面 其实我们在最后一段要跟大家谈一下 全世界在节能减碳的一个协议上 我们都知道有京都议定书 那么已经即将失效 我们要在今年的12月 在这个哥本哈根呢 要产生一个新的协定 全世界各国要集合在那个地方 我们一起来制定一个方式 那么大家都蛮期待 在这次哥本哈根协议里面 会有什么样能够比京都议定书 当初的约定有一些也没有完成 那怎么样能够重新来全世界订定一个新的约定 请万老师跟我们说明一下吧 好的 这一次的这个 2009年的哥本哈根的这个会议 大概是第15届的这种 气候框架公约的一个地位国会议了 这个会议里面必须要很具体的 把后京都议定书所有这个减碳温室气体排放的 这个标准来通通定出来 然后一些游戏规则都要把它具体化 所以从这个吉巴会议完了以后 接下来面前还有这个三次的这个会前会 那一次会是在这个波昂 另外一次在泰国曼谷 还有一次会在西班牙的巴塞隆纳 这三次的会前会 大概就会把所有的这些要协议 在哥本哈根里面的通通都排版定案 所以这三次的协议 其实我们必须张大眼睛好好地去看 那它会带来什么样具体的协议 那其实在今年5月的时候 联合国已经发布了这个 哥本哈根协定的一个初稿 只是现在世界各国都在里面彼此角力 彼此在互相的讨价还价 我们虽然说不参加在这里面 但是我们一定要认真地去看 而且要好好地去注意 因为说有哥本哈根协定 出来了以后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逃避 没有国家可以置身事外 我们台湾也是如此 好 那我谈到一个问题 就是有关于京都议定书的事情 我们过去大家都在谈的 最诟病就是美国没有签 中国也没有签嘛 那台湾当然也就是不必签了 那在这个 因为我们好像是被跟中国放在一起 中国没签我们好像也可以不用签 那想请教一下刘老师 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京都议定书它现在要失效 那这个过程中间其实是有点遗憾 对不对 这么大的国家 他这个京都议定书 在目前讨论是京都议定书的延续 延续 那他们讨论当然就是这个 附建一这些减量的国家 在2020年的时候 到底减量目标是多少 怎么分配 这个是一个重点 那这个重点是假设 哥本哈根议定书出不来的话 那至少京都议定书延续还是可以保持 那这个20... 可是美国没有签啊 中国没有签 美国还是没有签啊 那中国其实是有签这个京都议定书的 只是它不需要减量 它不需要减量 它签规它签 可是因为它不用减量 所以它没有责任 可是在京都议定书里面 美国没有签 所以假设哥本哈根议定书没有出现 美国还是不属于这个京都议定书 对 可是这个首先你要保持过去的战果 所以京都议定书一定要保留 那第二个重点就是讨论新的议定书 那新的议定书里面就是把全世界分得很明确 就是承认就要减量 要承认而且要承诺 承诺你要减量 然后将来就是你假设 他是没有参加就属于不承诺 不承诺的将来就有可能被处罚 所以我们讲要探关税 美国假设要推探关税 他的对象很可能就是在不承诺的国家 那不承诺的国家也就是没有签署 新的议定书的国家 所以听您这样讲这个 哥本哈根议定协定 美国已经确定要参加了 美国确定要参加 他有提案 他也有明确的提案 这个有全世界应该欢迎的吧 对 他这个提案里面 基本上还是分两落 第一落就是附件一国家怎么减量 包括美国他们都说 我们在这个新的议定书里面 我们会承诺 我们要减多少 当然这个承诺当然很多环保团 并不满意 这一回事 不过新的议定书就涵盖了 旧的进入议定书 用这个部分 这个精神 第二个部分就是 那这个中国印度这些国家 那怎么办 那目前就用一个弹性方法 就是说我们先规划一个 全球减量目标 那你们各国自己想 你要怎么减量 你自己定你的承诺 你要减多少减量 你自己承诺 你承诺多少我们都接受 可是将来我们要去检查 你有没有做到 你自己说 比如说中国说 我将来我不要用这个 二氧化碳排放减量 我们用这个 刚刚讲能源效率 作为它减量目标 那我将来你没有达到的 没有达到就可以触发 所以它目前就把全世界 分为这两路 一个就是先进国家 一个就是开发中国家 开发中国家自己定自己的目标 可是现在争议最大的 也就是全球的目标到底是 那全球目标现在定了说 2050年全球要减 相对1990年减到50% 那这个关键点就是先进国家 先进国家他们在目前 在现在他们占全球 二氧化碳排放量 大概只占一半而已 是啊 那到了2050年 他们可能不到20% 全球不到20% 不太容易 全球的排放80% 大概2050年全部都是开发中国家 都是中国应付 那这个时候问题来了 然后我们现在要求全球 在2050年减一半的量 那意思是中国大陆要大幅减量 对对对才做得到 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各国 尤其这个中国大陆 他们不愿意接受这目标 所以全球的总目标可能还满定 好这个问题就提到一个 这个Globalize里面的 王老师请教你一下 我们谈到这个哥本哈根协定 全球来承诺减量的问题 这是很严重 我承诺我的 他不承诺有什么用呢 这要全球一起做谈事 不能说我这个国家 那国家不行 那整个全球的温度 这个地球是属于大家的 所以王老师要不要谈一谈 就是这种各国之间的 协定的过程中 它其实牵涉到很大的问题 因为大家贫富差距不同 开发程度也不一样 这就是中国大陆 印度巴西这些金属事国 他们争议的最大的焦点 那大家都承认这个全球暖化 所以我们一定要减量 但是减量的这个分量 减量的这个标准是在哪里 那以这开发中国家 他们当然是一定要负这个责任 因为他们过去已经 有这个历史的这个工业在那边 那接下来就是这些 正在兴起来的这个国家 他们怎么去做 那他们要做的话呢 他们现在这个讨价还价 最大争议就是我们要做之前 你们必须要提供资金 提供技术 如果你们不能够提供资金 不能够移转技术的话 我们就没法做得到 没错 所以这就是今天 我们在会议谈判桌上 他们争议的一个 最重要的这个焦点 所以这一部分呢 也就是我们未来 会在这个三次的协议会里面 继续去看到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每个国家都不能够逃避 每个国家都要去 在这个游戏规则里面 去继续去遵守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国际上的协议 那我们台湾这方面呢 一定要好好的注意 而且要谨慎的去遵循 而且要赶快去适应 调整自己的脚步 不过我在刚刚听王老师讲的时候 我其实有一个很深的感慨 就是说这个根本卡拉根协定 基本上还是属于一个全球 注意到我们环境恶化的情况很严重 而我们大家共同坐下来 来用理性的 用彼此尊重的 用大国关心小国帮助小国 小国也要努力自强的态度 或者是落后的国家 要去努力的态度 来面对一个未来先进国家 所希望制定的标准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美的一个会议 我不知道王老师同不同意 我非常同意 而且我也看到双方都有很善意的回应 比如说这个月欧盟有三个 他们的代表去访问中国大陆 然后他们访问中国大陆的主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中国大陆能够在哥本哈根协议里面 有一些比较具体的承诺 而且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 它能够起一个带头的作用 去领导其他的这个印度 巴西这个国家一起去努力 那欧盟它释出了一个善意 就是说如果中国大陆愿意去做 而且有具体的承诺的话 它愿意在这个时间里面 把它本来应该是20%的减量目标 提高到3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承诺 同时也是给中国大陆也很好的一个示范 我觉得这样子的良心的互动 对于这个全球未来的发展其实有帮助的 是 我想这个刘老师也同意 这种哥本哈根的这种协议 其实我们也可以说它是迈向全世界 不要讲世界和平至少迈向全世界 开始这个国际合作一直在进行 那这个就是驱使 太好了 我们今天很高兴跟刘老师 跟汪老师一起共同来探讨 有关我们的环境的问题 这真是我们全世界都要面对 特别是我们台湾的政府 从总统到行政院长 都要正视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整个全球的这个绿色竞赛的里面 亚洲各国我们不要说跟全世界 只要在亚洲各国 不要排最后一名我们要加油了 非常谢谢各位收看 这节目1230的警报现场节目 谢谢两位老师来参与 谢谢所有的这个在收视我们节目 我们希望能够得到您的意见 虽然我们的题目不是那么八卦 但是我们相信 您能够把我们这节目看完 就代表您是一个非常着重 深深探讨全球未来的一个议题的 一个非常智慧的人 谢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